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然气的期货价格暴涨了51% 由前一日的88欧元每兆瓦时上涨至134欧元每兆瓦时 紧接着欧美国家对俄罗斯进行了严厉的经济制裁 尤其是启用了金融核弹Swift制裁 再次大幅度的增加了市场的恐慌 3月8号 美国原油的油价已经突破了129美元一桶 多国政府宣布释放原油储备 试图抑制油价过快的上涨 这一次毒药组合效应显著的主要原因有三点 第一点是俄乌战争是欧洲二战以来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 也是冷战以来世界最大的地缘政治冲突 这场战争让欧洲人感到十分的不安 要求严厉制裁俄罗斯 第二点是因为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二大原油生产国 全球占比11%第二大的原油出口国 出口量占全球的35% 俄罗斯还是全球第二大天然气的生产国和第三大天然气的出口国 其能源贸易的地位举足轻重 尤其是对欧洲国家来说 最后一点就是欧盟的能源高度依赖于俄罗斯进口 40%左右的原油和40%左右的天然气都来自于俄罗斯 北七一号是德国以及欧洲天然气的主动卖 今年国际原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本来就处于上升通道当中 而这场战争无疑是火上浇油 大大抬高了生产以及运输成本 当下尤其需要关注的就是国际粮食价格的上涨 鞍是农业化肥的主要活性成分 而工业合成鞍就需要天然气作为重要的原材料 在西欧 从疫情初期到现在 鞍的现货价格已经从每吨的225美元左右飙升至每吨700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 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镍金属生产国 也是鞍肥出口国 以及最大的小麦和大麦出口国 乌克兰还是欧洲的粮仓 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 2021年 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的葵花子油的产量 占据了全球总产量的58%超过半数 出口量占据全球总出口的75% 所以这场战争抬高了粮食价格和通胀的预期 同时也在给寻求货币政策转向的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制造了巨大的麻烦 周四就是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的时候了 战争与通胀的毒药组合在线 是否意味着美联储和欧洲央行会大幅的加息呢 CPI升高一般受两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方面是由货币因素 通常是因为货币的超巴 货币对所有的商品贬值 价格全面上涨 第二点是因为供给方面的因素 通常是因为天灾 疫情战争等突发事件 打击了供给方面 导致供不应求价格的上涨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决策主要依据是三个参考 第一方面是就业数据 第二方面是通胀数据 第三方面就是金融的稳定性 美国劳工部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2月计调后的新增非农业就业人口为67.8万人 前值是48.1万人 市场预期是40万人 失业率为3.8% 前值是4% 市场预期是3.9% 整体来看就业数据方面是向好的 就业的恢复也保持一个强劲的态势 这也给美联储的加息创造了条件 如今美联储最需要关注的是通胀与金融的稳定 尤其是评估这场战争对通胀与金融安全的影响 从去年开始美国的CPI一路飙升 今年2月份达到7.9% 连续创下40年的新高 这场战争可能会进一步提高美国的CPI数据 我个人认为 可能美联储不会有大幅度的加息 目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加息在25个基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次加息能给我们带来哪些的机会 首先我们反复提到的美元指数 上周三美元指数在99之上的高位 紧接着周四周五就给到了97.8附近的机会 目前又来到了99附近 这两天左右的时间 一手美元指数获利就在1000美金之上 这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机会了 目前整个市场都在等待美联储利率决议 如果真如同市场所预期的加息25个基点 很有可能会出现买预期 卖失时的情况 这也是近期可能给我们再次进场的一个时机 毕竟今年的加息预期 少则三次多则七到八次 即使没有出现买预期 卖失时的情况 美元依旧将会继续上行 也会满足我们对美元的长期趋势的预期 受俄乌和谈的影响 黄金和原油价格出现大幅度的回落 原油跌至了100美元之下 上上周我们也提到了 战后原油可能会出现下跌的机会 目前距离高位已经下跌超30美元每头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美国如果不希望这次战争快速平息 或者对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的话 原油的价格可能会出现反复 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在这里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 如果我们看好一只股票或者是某一个产品 那我们如果连一股或者最小的交易量的行情都不敢去尝试 那么如何有信心去抓住一大波行情 吃到更多的利润呢 就如同趋势都是由小周期向大周期去发散 大周期的上涨必定是由一个一个的小周期的上涨所组成 把握利润的能力也是有小即大 不可能一口吃一个胖子 都是要经历一个过程的 所以从最小的交易量开始把握机会 如果您喜欢我们本期的视频 请记得给我们点赞评论以及转发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